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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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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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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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名舍献起的 实能违比心生因果 违比名舍 这开始生起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实要不来入母胎的话 这个名舍是不能够出现的 所以它太重要了 比记生以比名舍既然献起来以后 或者是正生的时候 正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谈到大宗和楚的事情 这个大宗和楚出现了 那么就是唯名舍能与比名舍作建立的一个因 也是有重要的关系 但是它是后来的 这个实的力量是最初开始的 所以实就说实为实元名舍了 这个理由就是这么回事 实是最先的 才能建立 这个名舍才能建立 问 如经中说六戒为原得入母胎 何够此中为说十戒 答 要有十戒决定于母胎中精血大中浮血 五缺固 五缺固 又十戒甚固 这个实元名舍这里边分两课 第一要大种基础 来说明这件事 来提出这个问题 这一课说完了 底下 第二课 要六戒入胎变 这分两课 这分两课 第一课是问 这分两课 第二课是答 这是问 如经中说 这在阿汉经阿比达摩论都有提到 是说六戒为原得入母胎 这个六戒为原就是地随火风空湿 地随火风空湿 地随火风空湿 那么也就是 其实就是钟音圣 钟音圣这个时候 他是六戒居住的 其实十二戒是都居住的 得入母胎 当然死是不能够单独地就会从此致彼的 一定是食和舍在一起 这个钟有 也有一个地方 在本论 于切实的论也提到 在其他的论也提到 这个 食去入母胎的时候 不但是食 一定是有舍法 就是所谓中有 为什么食单独不能够去入母胎 因为要有舍 这个食寄托在舍上 才能由此致彼 才能由此致彼 所以一定要有中有 这是中有 有中有的一个理由 能传思故 这样意思 这样说 在入母胎的时候 他一定是中有去入母胎 但是一入这个时候 这个中有就闷绝了 这个意思 如今中说六界为缘得入母胎 就是在母胎才能成立 何故此中为说世界 但说一个时 而没说其他的就不提了 那么这是不合道理 这是问题 这是问 第一些是回答 回答这个理由是有定据 其他的一定是同时都在的 但是思为主 所以实际上说 他要有十界决定于母胎中 就是有中精血大中 扶绝无缺骨 所以要有世界 假设入母胎的时候 有识的话 有识为主要的 有因缘的话 决定于母胎中 也会具足父母的一体 那么就是四大中 也有扶绝 所以这几个这几些这些事情都是具足的 也一定是有的 所以就只说十入母胎 这里面说入母胎 这还不是说中阴森入母胎 中阴森是灭了 可是十一刹入母胎 那么当然就是阿赖耶识 同时就是有精血和大中有腹血 当然这里面就是地 水 火 风 空 事都具足了 不是由外边来的 有十界圣古 第二个理由 就是在这么多的地水 火 风 空 事里面是六界 六界里面以十界为最殊胜 力量是最强大的 所以就说十 其他的就不说了 不说并不是说没有 还是有 但是以十为主我就说十了 那么这是用这个理由来说明这件事 是由于一切生一切有生思而说故 第三呢 由变形 这里分回答的时候是三颗 第一颗有定据 第二颗有最圣 第三颗有变形 看这个变形是什么意思 是由于一切生一切有生思而说故 这上面说入母胎的时候只说十 其他的没有说 这个还有第三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就是十是变形的 一切生就是依据根据一切的众生 这里下面也是一切有生 那么这个一切死生就是泰染实化这个世生 这个说 底下的一切有生就指三有 欲有所有无所有 一切的泰染实化的众生 一切三有的众生受生的时候 都是要有十的 死死变一切处的 所以就说十 这个理由更充足了 有个没有十 这个事情是不成功的 所以这是第三个理由 所以说由十入母胎 这样说 问六处以隐私为原 何故此中但说明舍为原也 这是第四颗 这个明舍原六处 无明原形形原思 四元明舍明舍原六处 这是这个第四颗 从这个地方要提出问题来 分出两颗 第一颗是问 六处以隐私为原 这是我们的眼处 耳处 鼻处 舍处 身处 异处 这个六根 六根的成就 也是要由隐私做因缘的 做正常缘的 才能够成立 何故此中但说明舍为原也 为什么理由 十二元旗里边 只说明舍为六处的因缘 这说明舍 这个是什么道理 这是问 这些回答 词中说明舍 是彼生因故 彼即生以一隐私为因此因 所以一隐私为原 对的 是一隐私为原 但是 以明舍为原 是特别重要的 是彼生因故 是彼六处 这个生起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一个没有明舍的话 那六处是不能生起的 诗笔声音 前文文有隐隐 有声音 就是无明原形的时候 有了隐隐 爱缘取缘有的时候 明舍就变成声音了 是生起六处的重要的条件 所以说明舍原六处 那么这个六处 以明舍为因生起了以后 以一隐私为因此 生起来以后还是需要隐私的 在母父里面 也需要父母母亲的滋养他 那么出台以后 也需要隐私来应此 来奢侈他 实验他 按住 不坏 继续增长广大 是六处以隐私为缘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以明舍为缘是特别重要 问处亦三合为缘 何故此中 但说六处为缘 这是第五课 是六处缘处 也是先问 所以处以三合为缘 所以处以三合为缘 这个处就是根 净 十 这三法合合起来叫做处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何故此中 但说六处为缘 在十二元旗里面 只说是六处为处的因缘 那说这话说的不圆满 有过时吧 答回答 要有六处定有余儿无缺故 你说三合为缘才是 才有处是对的 可是说六处为缘也有道理 所以要有了六处的时候 那他一定 他决定有其余的两种 一定有六十 六十还有六径就是六臣 那两种也不会缺少的 那么不就是有处了吗 一定是这样的吧 因为六十是依据六根生起的 六径所生相外处法是现成的 这也是有六径可结出 这是第一个理由 这是第一个理由 有定句 第二个理由 有最圣 有六处圣故 有六处在三法之中 根经时来说 这六根是太重要了 所以从这一方面说 有六处十二种故 有六处能够该设那两种 能够那两种该设在内 如果你有六根的时候 你有眼根 耳根 鼻根 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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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 这时候才有六十 才有六十 假设说是没有眼根了 没有眼根就眼十就没有了 没有六根就没有六十了 所以根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六处圣故 有六处十二种故 所以就说六处也就包裹了这个道理 问 要至所笔牌 要他所笔牌 要时候变异 要现业所言皆得生寿 这底下是第六课 楚原寿 楚原寿这个地方又有问题 两课先问 问 要至所笔牌 说是我们这个楚原寿 这个寿这个问题 这个寿生起的因缘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是至所笔牌 说这个人他自己笔牌自己 那么他要 我一天要拜一千拜佛 我拜五百拜的时候就辛苦了 不 我要继续拜五百拜 我要笔牌我要多用空 我静坐一个小时 不可以 我要静坐八个钟头 自己笔牌自己要进步 那么这里面就会有寿 有不同的寿 是要他所笔牌 是要他所笔牌或者别的人笔牌你 叫你百一千拜 叫你坐二十个钟头 静坐 叫你把法和静背下来 当然这也是有寿 这是一种寿 要时候变异 这个气节 春夏秋冬寒热的天气有变化 要先夜或者过去有什么特别的 业励或者大功德的业励或者有什么罪过的业励引起问题 你就会有特别 皆德圣寿都会生起一种特别的感受 或者是落寿或者是苦寿或者不苦不落寿 何故此中但先除为彼缘 这里面除寿既言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这里面呢 《十二语言》里面但说除缘寿 除是缘的一个条件 答 第二课回答 除是彼近因 除生寿是寿最亲近的一个条件 你自所彼牌也好 你他所彼牌也好 事后变异也好 先夜所缘也好 都是要经过除才能够有寿的 所以说除缘寿还是对的 由除所缘故 于缘所生寿已从除生过 也要通过除才能生气 必不离除 所以虽然是生气 受的原因很多 所以说总而言之 决定不可以离开除而有寿的 所以偏说除缘寿 问经中已说无名为缘生爱 顺爱境界已得为缘 何故此中但说受为缘 这第七课 受缘爱 分两课先问 经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无名为缘生爱 由于这个人的糊涂 没有智慧 各式各样的无名的因缘 引起这个人的爱与心生气 这个爱是由无名生气 顺爱境界已得为缘 随顺爱的这种境界 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 能令你生起爱心 这个可爱的境界出现的时候 就是你一接触它 它就会有爱的出现来 所以就是顺爱境界 也可以为缘而生爱 这个批讯记解释得很好 批讯记解释的意思 要可意识不可意识 为所缘的时候 世明顺爱境界 有可意识顺和和爱 不可意识你顺乖离爱 不可意的是不愿意同他在一起 就愿意乖离 里边也有个爱 就是爱他乖离 所以说叫做顺爱境界 以得为缘生爱 有这么一个讲法 这就提出两个理由 一个无明 为缘生爱 一个顺爱境界 以得为缘生爱 何故此中但说受为缘也呢 受为缘而生起爱呢 这个理由 提出这么一个理由来 难问这件事 第一回答 第一个是显正 他答 以受力固 与相似境 或求和和 或求乖离 这是显正意 以受力固 这个爱心的生起 是以受的力量的缘故 这是我们的心 与境界接触以后 有顺乐受 顺苦受 顺不苦不乐受 有这个受的力量 才生起爱的 与相似境 这个相似境怎么讲呢 就是受 所受的境界 和所爱的境界是相似的 但是在心理上是前后的差别 前一刹诺是受 后一刹诺是爱 在时间上有刹诺 刹诺的不同 但是是相似的 这个受的境界 受的力量 与相似的境界 或求和和 可以 满意的境界 就希望占有了他 求和和 但是不满意的 不高兴的境界 就已经太原历 要离开 那么这就叫做爱 就生起了爱 所以这个受原爱 是对的 受是爱生起的最尽的一个条件 最尽的一个条件 不是疏远的 这些减非 是由于此力 但于诸受其尽等相 不如是之 由此不能自愈其心 所以你说 有无明生爱 有无明生爱 这句话也有道理 有于此力 就是无明 有无明的力量 但于只是在诸受的境界 各式各样的受 或者苦受 或者是乐受 不苦不乐受 或者是生起受的因缘 或者受起灭的因缘 或者是苦积灭到 从这个程度来分别苦积灭到的事情 或者是观察受的过时 受的胃 于受起的胃 起的爱着的滋味 或者于受观察受的过时 过患 观察受的处理 各式各样的情形 各式各样的情形 就是各式各样的受 起进 就是生起的时候 进就是灭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受 生起的时候 灭进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的形象 不如是之 无明在这样的法相上 不能够真实了知 这些都是毕竟空击的 无常无恶的 无所有的 不知道 不知道就因为是有 有这一回事 而直着 在任何生中 直着 由此不能治愈其心 由这个原因 由于不了知 直着它是真实有 那么就不能够制服驾驭 就是不能降服自己的心了 心就是生了爱心了 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里面的情形 无明是普遍的 为一切烦恼 做生起的因缘的 这个受 受是特别的为爱做生起的因缘 这里面有通别的意思 无明是通于一切烦恼 这个受它是为爱烦恼 做最亲近生起的因缘 有通别的不同 这样的关系 不否认呢 无明为爱做因缘 无明为爱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无明是通 普遍为一切烦恼 做生起的因缘 这个受你单独是为爱做因缘的 这里有这么点差别 好 问有谁免未断 顺鼻诸法曲 皆得生 何故持荣 但恕爱为曲缘 好 这里有 这是第八课 爱缘曲 在爱缘曲这地方也有问题 先提出这个问题 问有谁免未断 谁免就是种子 这个烦恼的种子 当然这里边前面解释曲的时候 有欲曲 见曲 戒金曲 阿谀曲 有这四个曲 这个四个曲的随眠没有断 你没修萧圣道 这个种子是不能断的 不修萧圣道 种子是不能断的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只是在那静坐 你修舍墓头的指 是不能断烦恼的 这个烦恼种子是不能断的 非要有屁不舍弄的般若才行的 没有般若不能断烦恼 为什么般若能断烦恼呢 般若能深入法性 所以能断烦恼 所以人家问 由随眠为断 为什么随眠没有断 没有圣道的关系 你没修屁不舍弄的官是不能断烦恼的 烦恼的总是没有断的 是顺鼻诸法曲皆得生 出现种种的情况的时候 随顺鼻法的随眠鼻法的因缘出现的时候 欲曲 剑曲 戒金曲 恶欲曲 就会显出来 这个欲曲就会显出来 舍弄相外处 你有欲的随眠未断 那么你戒出舍弄相外处的时候 这个欲就出来了 剑曲也是如是 戒金曲也是这样子 俄语曲也是这样子 这四种曲都有谈 都有欲谈 戒得生 是何故此中 但说爱为取缘 这样讲 那么 随眠未断就会生 什么原因 这十二缘起里面 但说爱缘取你 爱为取这因缘 而生其取的烦恼你 为什么这么讲呢 提出这个理由来 答 有希望胜故 与追求是能法随眠 既能隐笔 谁顺法故 这是说出这个理由回答这个问题 有希望胜故 由于爱烦恼 爱烦恼要是 它一现起来的时候 爱烦恼一生起来的时候 它就有希望心 它对于所爱的境界生起希望 就是总感觉到不足 要希望到更多更多更好的希望心 这有心一生起来的时候 于追求是一希望了 又有更多更好的希望的时候 就要去追求 这个时候内心里面有强烈的爱 同时还有在行动的时候 能发随眠 就能够发展 能增长 能增长 能增长取缔种子 能增长欲取 见取 借进去 恶取的种子 它就能发动 能增长 这个随眠的种子的力量 既能隐笔 谁顺法故 这个爱烦恼有强烈的希望 在追求的时候 不但是能够增长 随眠的力量 增长取的随眠的力量 还能够引出来 制造出来 随顺 制造出来 笔取的随顺法 随顺于欲取的 随顺于见取 借进去 微取的事情 有爱的追求 就是自创造了取的 生起的条件 所以 爱对于取的生起 力量太大了 不只是随年的力量 所以就说 爱愿取了 这么意思 这么讲 问前一说 无名为缘 发起也有 何故今者 说取缘有 这是第九课 说这个取缘有 取以后就有 这里 这里又提出问题来 问前一说 无名为缘 发起也有 十二元起的次第 在取缘有之前 已经说过 无名为缘 无名原行 有了这么一句话的 已经说了 无名为缘 为正上缘 会发出来 这个也 就是发出来 心 心就是有 发出来 已经说了 今何故今者 说取缘有 现在 什么理由 又说取缘有 前面已经说 也就是有 也能有果 也是因 有因而有果 所以也就是有 前面已经说也了 这里为什么又说取缘有 提出这个问题 这底线们 回答 有取利固 既令笔业 与笔笔生畜 能隐私 名在等国 这个和十二元起里面说的理由是相同的 有取利固 因为 所以 是有 各广大的追求的关系 爱的力量增长了 广大的去追求所爱的事情的关系 有这个力量的关系 既令笔 既令笔 无名 发出来的那个业 又力量增长了 那就不同于无名原形的那个时候的心了 当这个时候受到了取缘的讯息的关系 与笔笔生畜 与或者天的生畜 阴间的生畜 或者三恶道的生畜 能引四名蛇等国 就有力量 能引发出来这个生死的国王 就是十名蛇等六处等国就生出来了 所以就说取缘由 所以和那个无名发起业由还是不一样的 问生以异精学等为原 何故此中为处有缘生也 这是第十科 有缘生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问生以异精学等为原 这个是十二元期里面的 生元老师这个生 生元老师这个生实在就是十元名蛇 所以也是以经父母的遗体为原 这时候再叫做生 何故此中为说有缘生也 只是说业力 业力令生命生起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回答里面第一个是有定居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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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由于那个友情它具足了有的业力 这个业力要是具足了的话 定有预缘 也就决定有其他的那些缘 就是学的 父母的一体的缘 也一定是有的 乃至中有 这些事也都具足了 不会缺少的 所以就这样说了 说是有缘胜 有有又有胜故 为说彼为缘 这是第二课 虽然有这么多的缘 可是有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所以就说彼有为缘 有缘胜 问已有远行不必不平等等 他说彼排为缘 老实可得 何故此中但说圣缘老实也 那么这是第四一课 圣缘老实 圣缘老实分两段 第一是问 一由远行 一由远行 老实人的生命衰老了 死亡了这件事 也是由于众生远行 走远路 旅途的劳盾 是令他老是令他死了 或者是不必不平等 你已经吃饱了还吃 或者都是没消化又再吃 当然这可能就会有问题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 你不能够躲避这些不平等的事情 那么也会老也就会死 还有他说彼排等这些事情 为缘老实可得 何故此中但说圣缘老实呢 为什么 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 答 这就回答 虽有彼足缘 必生为根本部 说一个人他老了他死了 有很多的因缘会造成这件事 但是其中一定是生最是最根本的 总缺彼缘但生为缘 丁佑老实不过 说要是有其他的远行 不必不平等等这些因缘 但是虽然有彼足缘会有老实 但是以生为根本的 一定是世民所六叔叔 生了以后才有老实的 总缺彼缘 所以就算是缺了远行不必不平等等 他的彼排等 但生为缘也决定是要有老实的 所以还是要这么说才圆满的 所以还是要这么说才圆满的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明笔色 十二支次第分别 第一颗分两个 第一颗是变为缘 这一颗讲完了 这一颗讲完了 每一颗有十二个因缘 每一颗都有不同的理由提出来 但是还是原来的无明远行的十二个缘起 说的比圆满 现在第二颗明笔色 明笔色下面是以三道来设十二亿元 以因果等来设十二亿元 就是这样意思 十二支极是烦恼道 这三道就是烦恼道 夜道 苦道 三眨眼里面叫生眨眼 但这里面说是苦道 这个道就是从这里通过去 通到另一个地方去 不是停留在这里 有烦恼通到夜 有夜又到了果报 有果报又通到烦恼 就是这样流转生死的 所以叫做道 十二支无明远行 一共有十二个部分 从三种道来说 几个是烦恼道 几个是夜道 几个是苦道 三是烦恼道 这是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回答 三是烦恼道 二是夜道 余是苦道 三是烦恼道 就是无明爱曲 无明爱曲 爱曲从十二元级上的解释 无名是发业的 能发动出来种种的业 爱曲是发动了业力以后 有爱曲的因缘又能增长了已经发动的力量 是令它的力量强大起来 能够去召感国报 虽然同是无名 同是烦恼 但是有这样的差别 但是我们仔细去想这件事的时候 也会发现爱曲的时候也是有无名的 无名的时候也是有爱曲的 并不是说有爱曲没有无名 有无名没有爱曲 还不是 只是在已经造成了的业力上 在增加它的力量的时候叫做爱曲 那么回事 在所造的业力上有点差别 在能发动的烦恼 在致印加强业力的力量的是烦恼 它们并不是有分明的 是分开的 也不是分开的 所以十二支里边有无名有爱曲的烦恼 有无名的烦恼 有爱曲的烦恼 就是分这么两种 这三个烦恼 十二支里边这三个是属于烦恼道 从修行已经成功了的阿罗汉来看也是有分别 以前阿罗汉没有证阿罗汉过 没有得出国许多患之前 当然也是有无名有爱曲 就是造了很多的业 但是等到现在得了阿罗汉过以后 他没有爱曲 也没有无名 没有爱曲的时候 虽然他心没有入定 他也见舌温僧的时候 他没有爱曲 没有爱曲 你过去的私民所的业力没有得到帮助 那么就是没有力量 将来就不得过爆料 这个时候叫做心泄脱 段无名的时候叫慧泄脱 没有爱曲的时候叫做心泄脱 从十二亿元的次第上 立出来不同的名字 一个叫慧泄脱 一个叫心泄脱 此时二至极是烦脱道 极是业道 极是苦道 三是烦脱道 二是业道 其中两个 一个行 无名言行的行 加上有 爱曲缘有 这个有 这两个是属于业道 就是无名在行动的时候 通过身口意 行动的时候有所照着 这个时候就有业力的出现 这件事在我们中国哲学里面不明显地说到这件事 有末末中有意经上多少有那么一句话 也有业的意思 但是总是说得不够分明 可是印度的外道也说到这件事 诚印呢 这个凡夫的烦恼一动了就有业力 有业力照改生事 外道也诚印这件事 有的外道也诚印这件事 有业 二是业道 于是苦道 三再加二就是五 十二支去掉了五 还有七支 那七支是苦道 十明舍六入楚寿 这是五个 再加生老死 这七个 这七个是我们苦恼的境界 是苦恼的境界 这个生老死 这个生 其实就是包括十明舍六入楚寿 就是这个生 生就老死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是一个苦恼的境界 不但是三个道 银田也一样都是苦 一样都是苦 在解释苦的时候 在维持上它说的温习 就是有世虚的苦 有胜义苦 世虚苦是我们能知道的 我们知道吗 你骂我我就心里不高兴 这我也知道是苦 有病了呀 这个谁都知道 现在有胜义苦是自己不知道的 就是无受运苦 无取运苦 那么这就是包括在那里 这就是苦道 那么这是用三道来说十二字 问极为是因极为是果极通因果 这是第二课 这是第二课 前面第一课要烦恼道 要三道来说 这里要因果等变 要因果等事情来辨别这个十二元起 也是分两课 第一课是问 即为是因极为是果 这个十二课里边哪几个只是因 哪几个只是果 要哪几个又是因又是果呢 通于因也通于果呢 提出三个问题 在底下回答 初一为因后一为果 欲通因果 初一为因 这个初一 就指第一个是无明 不是每一个月的那个初一 第一个无明 无明它只是因 它能够创造出来生死的业力取得够高的 它有这个力量 它是掩误的 别的法不能掩误它 它能够有力量掩误其他的法 这是生死的根本 初一为因 后一为果 后来最后边的一个老师 就是有病 又被苦恼 那只是果 这是它只是果 它是受掩误的 它不能掩误别人 欲通因果其余的那十个也是因也是果 比如说 比如说是无明原行 这个行要对无明来说 行就是果量 但是行要对实 行原实 行又是因量 辗转的都同于因也都同于果 到生老师的时候 这个老师和生来说 那么生也变成因了 是老师的因 但是要是有缘生来说 生就变成果了 所以从十二元级辗转的这么说 就是同于只有第一个是因 最后一个事故 其余的都是有同于因也有同于果的 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解释 底下第二意 又记于此文 更作于答 又记于前面这个问 前面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 几次因 几次果 几同因果 更作其他的不同于前面的回答 三为是因 二为是果 大之所欲因也果 这有这个不同的回答了 三为是因 就是无名爱去 这三个他们是因 二为是果 后边的生老师是果 三为是因 其余的都是他所创造的果的 二为是果 二为是果 前四个都是因 最后的生老师是果 这个意思 批询记的解释很清楚 三为无名爱去 发业验生 此为根本 发业就是无名 验生就是爱去 以此为根本 以此为根本 才有这么多的麻烦 这么多的苦恼 所以说为是因 二为生老师 要着戏论 要着戏论就是烦恼 那么 即业一书之所深故 那么就是由生老师 此仇前相 所谓说为是果 他来筹谢前面的十种 所以他就是果了 诸所欲子妄义 说别以因以果 其余的也是因也是果 这样的说法 那么这个问题也解答完了 问几是独相 几是杂相 三是独相 行等是杂相 这是第三课 第一课是烦恼要三道变 第二课要因果等变 第三课要独杂相变 有独相 有杂相 来变十二元旗 第一课是问 几是独相 几是杂相 十二字里边 哪几个是单独的相貌 他有自己独立的相貌 个别的相貌 几个是混杂混合的相貌 又是这样子又是那样的 三是独相 行等是杂相 这三个就是无名爱趣 他和其他的知是不相混杂的 所以叫做独相 其他的形等就是有杂相 其他只有混合的形象 这是一个总标 这一颗是总标 第一颗是第二颗是总标 别变 这底下的解释 前面说的杂相 独相 分三颗 第一颗是说行有 分两颗 第一颗问 我何故行有是杂相 前面说无名爱趣三是独相 行等是杂相 什么原因呢 行等是杂相呢 行有等是杂相呢 答 有二种说故 未能引爱妃爱果故 既能生去差别故 所以行有是杂相 这个理由在这里 有二种说故 因为它们发生的作用不是一种 有不同的差别 那不同的呢 未能引发出来可爱的果报和不可爱的果报 所以这就是杂相 既能生去差别故 能生去 能生无去的差别 阴天是两去 三颗道是三去 架起来是无去的差别 它有这种差别 所以叫做杂相 在底下又继续解释 前面说是要行有 这第一课 这第二课 说十亿名舍六处一份 也是杂相 宣一问 为何故十亿名舍六处一份 有杂相 再提出来 提出这个理由 十和名舍和六处一份 它们怎么也是有杂相呢 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名舍里边 吾名原行 行原始 始愿名舍 名舍之里边有一个十 这个名舍里面 这个名舍里面 名就是十 名舍里面 这个名里面有顺眼形式 有十 那么六处之中 六处里面 这个十 是叫做义处 六处里面的义处就是十 这样说 这个十 在名舍里面叫名 在六处里面叫义处 舍于名舍六处 它是其中的一份 所以叫做杂 有这样的理由 那么 所以也叫做六处一份 这个一份有这个意思 是名舍里面的一份 六处中的一份 这前面是提出问题了 这底下回答 有三种说过 前面说二种说 这底下说三种说 所以它是杂相 为一杂眼时故 一印时故 一转时故 分这么三个时期 分三个时期来说它是杂相 看这个披心记可以解释 有三种说故等者 一杂眼时说明师之 未有邪行令心颠倒 我曾经举一个例子 本来在生存的时候是个男人 本来在生存的时候是个男人 但是有业力的关系 她要变成女人的时候 她心就是个女人了 我因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这个业的力量太大了 就失了她心的颠倒了 一杂眼时 所以叫做杂相 生存的时候男人 死了的时候第二生 变成女人的时候 她心就颠倒了 这就是杂相 因为做阴的时候 火焰区变成三个道 变成个畜生了 杂 别了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杂眼时 一杂眼时 所以叫做杂相 也好 我们就停下来 好 中文字幕——YK 这里我上一次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昨日莫来得及将问题再叙述的更清楚 是否变现为舍法 如内身及气势间的阿赖耶识种子 可以很多个同时或只起比落地现行 分两种情形 种子起现行分两种情形 一个是前一个果报灭了 比如作淫 这个生命体结束了 结束了后一个生命限起的时候 这时候是顿线 阿赖耶识种子顿线根深气劫 这是顿线的 是这样 这是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是第六 就是转死 第六世 第六世活动的时候也还是由阿赖耶识种子献出来 献出来这个你 那和阿赖耶识顿线根深气劫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因为第六是刹纳刹纳前后的变异 它不能够同时的很多的事情变现出来 比如称心动了 称心动了就逐渐地又灭了 又出了欢喜心 出了贪心了 总是有刺底 有前后的刺底 所以这个地方是变现为舍法的阿赖耶识种子 所以很多个同时或持续比落的现行是分两部分的 就是阿赖耶识本身要变现的时候 那是顿线一切 根深气劫同时变现的 但是第六世也是依据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 那就是前后次第 而心法的种子是刹纳生 刹纳灭 相惜不断的起现行 是的 但是也是有次第 是这样 不管是舍法或心法的种子 在生起时却都是顿生顿灭 也是 也是 所以他们不占时间 还是有时间 刹纳刹纳就是时间 如此观想是否就容易契入空性 对的 你要从种子是刹纳刹纳生灭 现行也是刹纳生灭 那么一切法都是不牢固的 所以我们右眼所见的好像它没有动 它好像很稳固 要是从种子的变现来说 一切法都是虚妄 都是不牢固的 都是虚妄的 不管是快乐也好 苦恼的事情也好 都是穿纳生灭变化的 都是虚妄的 都是很脆腰的 都是容易可以转变的 也可以这样 这就是观察一下吧 这无常了 有无常的观察 你就可以入于空性 无常是空的门 只是可以这样观察 这个 我们 没有烦恼 有烦恼的时候 可能自己不能如理作义 没有烦恼 其实说起来 有烦恼的时候是少的 没有烦恼的时候是多的 所以在没有烦恼的时候 如理作义 就思维这些事情 思维无常 先思维无常 无常故苦 苦空无恶 你没有事情的时候 就这样思维 思维的时候 一方面障碍烦恼的生气 你做如理作义的时候 烦恼就不生气 那么如理作义 慢慢的慢慢的 就能与真理接近 与真理能够接近 并且常常的思维 你对法的道理熟悉 熟悉就容易现前 智慧容易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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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思维这些事情 你不思维 只是偶然 我放个经本子 我再看一看 或者有人讨论的时候 就是内心里面有一点如理作义 其他的时间不思维 你还是老习惯 那样就是慢了 就迟钝 如果在禅座中 能真实的体悟或插脚到这里 是否就是破了第七词 虽然是没有破 但是可是由小而大 就有希望了 所以在禅座中 可以这样思维 就是思维无常的道理就可以 但是为了身体的健康 你还是有点舍墨陀 然后再思维 思维了再舍墨陀 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但是你能够思维第一地 能灭罪 有舍墨陀的帮助 思维主法空向 照见五蕴皆空 多一切苦 能够灭罪 不至于拜大悲忏的力量 假设你越思维越巧 你越思维越熟悉 能超过取向忏的力量 这就是无声忏了 能断烦恼 力量是很大的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总是如理做一扫 还用原来的执着心分别烦恼 分别这些是是非非的烦恼 不能够转变 这是一个困难 也可能有因不困难 这是否就是破了第七死 或就是破了生死劳关 禅中的话 是生死劳关禅中的话 禅中的话就放在一边 不必去做标准 佛菩萨说的话做标准可以 禅中的禅中说的话做参考可以 当然我这话好像有点其次 但是我想 我想你们现在也可能同意我说的话 你多小几年呢 自然是会有这种想法 只有佛菩萨立刻知道你是出国 你是阿拉伴国 别的因谁能说这话 别的因谁能说这话 我现在又想起来 因圣老法师 我问因老 我说佛法流传到中国来 我们中国有没有圣人 得圣道的因 因老就是不止圣 就是默言 你不说有有没有什么有 但是我看我自己这么想 南北朝到隋唐的时候 应该是有圣人 当然我这个想法可能还是 别人可能不同意 事凡是般若的经典 有深入学习的人 有得圣道的可能 有得圣道的希望 有所得 但是我这个话好像是中论的口气 大致的论口气 你心里有所得的时候 得圣道是困难的 圣道是困难的 你自己思一思你就知道 你自己思一思 无论什么大的烦恼 都不能做障碍 如果你有额而所得 这种分别的时候 就不行了 就主啊 挡住了 就是挡住了 erst了 下的定义是 与他众生起撒欲要 起眼无心 要既于比起撒方便 既既于比撒究竟中所有深夜 这是下的定义 这个撒的定义是这样 所以对于误杀意思 有如有益于众生死于杀害 误害于者 当者始终谁有杀生 误杀生罪 也有杀生种类杀生相似 同分罪生之说 批询记并为之家注释 此业非是圆满业道所舍 非是圆满业道所舍 就是这个业力没做成功 业与余生感的寿量短储 比等六国 批询记本第266页 这是业批询记 在底下他提出意见 戴要一为师二十项 七第十八项 由他师转变 有杀害死业 如鬼等毅力 令他思念等 在杀生罪的成就 是因能杀者造作杀业时 心力特别的强 会令被杀者之时发生转变 会令被杀者之时发生转变 生其有被杀 使往里痛苦干脚 所以即使为时小主张 为时无尽 但是在双方心思均因为确有能杀及被杀情势之下 杀生罪就成立了 依此说法 总言结果是误杀 但在杀害的当下 杀因者并未应知对方非其要杀之对象 所以其抑郁要杀害对方的心 并未因事实上是误杀而减要 而被误杀者所感受到的痛苦 也不会因为是被误杀而烧减一些 现杀因者行为既已完成 也有因被杀害的结果产生 要仅因杀因者对因了之的境界 不明了无明 杀错了因 虽主张耻不构成杀生罪 且仅于欲生敢受量短处的果报 令人颇难理解 你要犯案 这个事情 杀因者 母饼去杀母甲 可能在杀的时候 杀完的时候不知道杀错 但是后来会知道 后来会知道是杀错了 会知道的 不会说是一直都不知道 因为除非是这样子 他被杀者杀完了 是杀错了 但是他立刻他也死了 这时候他可能不知道 他不知道杀错了因 这个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事实上还是杀错 还是杀错了因 还是杀错了因 不过这个时候情形可能不同了 情形是不同的 好 你因为这样子 受量短处的果报 好像受的果报太轻了 这是颇难理解 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 但是那个说法是批心记的解释 是批心记 批心记这么解释的 批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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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解释 批心记 预切实论非常的熟 可也不是随便晕晕的 它也会有个根据的 你根据的理由就是 当时不知道杀错了因 但是后来会知道的 我因为一定会知道 因为这个 假设要是 在钥匙精神也提到 还是有一个平等王 就是阎罗王 假设被误杀的人到阴间去告状的时候 某某人杀我 那么阎罗王派人把那个杀者拒来 说我不是想杀你 我是想要杀某人 没神功 这件事终究是会暴露出来 那么所以对这个 对母乙是误杀 想要杀母甲 母甲没杀到 杀到母乙 那当然是母柄说 我的意思不是杀你 那么阎罗王也会知道 他是误杀 那是杀错了 我没心杀你 这个动机不具足 就杀罪不能成立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还是有这回事 不过彼此之间 虽然是误杀 但是引起的纠纷 不会因为 就是得了短命就结束了的 还没结束 对方还是不满意的 被误杀这个人不满足的 就像你一样翻案感觉到南极 那个被误杀的人也是 你误杀 我不管 我还是要要你一命的 那这个纠纷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所以你也不必担心 他受的罪太轻了 不用担心 他还是要 苦恼还在后头 被误杀者 这被杀 自是他有他自身 恶业种子成熟一致 但也于杀害者之间 一定有许愿吧 也是有许愿 就是你误杀别人 将来也同样的也被别人误杀 是这样的 但是误杀是心情上是没有杀心 没有杀心 没有杀心的时候有点遇刺罪 恳请师父解惑 这个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江才我说这个意思 受的罪报 虽然说是 批心记者解释就是得个短命 就算了 那是指误杀出那件事 引发出来的 但是在心理上的恨是没完的 被误杀他还是恨的 他不会说你误杀 没有杀心 我不怪你了 没有这回事情 他还是要报复的 所以苦恼还在后头 还是很厉害的 我的解释还是这样 那是对误杀来说没有杀心 那是对误杀来说没有杀心 他是另外一个人 他现在杀母甲 他有杀 对母甲来说他有杀心 但是没有杀的事情 对母乙来说有杀的事 但是没有杀心 就是动机不具足 动机不具足 动机不具足 所以杀罪不能成立 上一次 上一次法师已经说了 那是用法官的立场判 杀罪不成立 这是另外一个立场 就是在戒法里面 那个我虽然可能杀的是畜生 可能也是误杀 但是我心里想他是人 这个时候他的罪又要重一点 这是为什么 是的 这就会重一点 这跟我们刚刚讨论的 有没有什么关系吗 也有关系 也是有关系 就是这个物杀里面 也是各样的情形 又是不一样的 制度论上好像提到 他想要杀因的 但是杀的时候是杀一个木头 他这些也是杀一些很重的杀的时候 没有杀到人 其实还是有罪 也是要短命吗 那就没有说他将来得什么果报 但是我看说短命也是可以 我看还不只是短命 应该有可能因此 他自己的称心加强了 会造更大的罪业 应该是有这样的辗转缘起的事情 有这种事情 因为你和这些训习的道理就是这样 你动一回称心 称心就中了一回 你再动称心 称心又中 刷心也是一样 你中了一回 你训习了一回 有实际的行动 训续了这因缘的杀心 这个杀心是很重要的 有一回就中一回 有一回就中一回 所以杀心重了 他一有因缘的时候 他杀心就要动 那一动就容易犯罪 所以在已经炸了的业上会引起一些罪过 而在自己内心熏成了更重的杀心 还是厉害的 还是一方面 还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两方面 有这样的因缘延续下去 那苦恼实际多得很 像我们要学习佛法以后 一个蚂蚁都不敢打 都不敢碰它 这很不容易了 像以前打球的时候 常常就说 我非把你宰 宰个二十分我才过瘾 那这样常常就这样熏悉 好像是旗语 那时候心就是一个好胜的心 并不是要杀人的心 但是这种心力是很强的 也常常在语言上 常常这样说 那平常讲话也常常说 就老子把你宰了 假如常常说这样的话的话 会不会 就是像刚刚师傅说的 称心一直加强 将来有一天很可能 真的去拿刀杀人了 有关系 的确有关系 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说 要学习慈善业 说话的时候要注意清净 不说这些杂灰语 杂灰的语不说 我认为常常静坐非常重要 常常静坐有什么好处呢 能令你的心不出动 能逐渐的维系下去 什么叫做维系你 我要说出话来 我要想一想 我这句话 对人家是不是有好处 是有害处 对人家有害的话 我要想一想 不能随便就说的 这个时候就是你心气之了 你像我们大家都是同小在一起 不见得就是有毅力 不见得就是有毅力 但说实话来会伤害对方 那么这就是心初了 所以自己要常常注意 尤其是对出发心的 出发道心来参加我们这个团体 我们要爱护人家一点 不要让人家退了道心 我们就有过失 因为我说的话 因为我做的事 使别人退道心 这是不对的 只要注意这件事 所以我曾经看那个黄律师传上 他曾写一段 就是不喜欢说 有一个人请他 有人请他好像是属于 编什么词典之类的 他曾经有一段回他的信 他好像说 在这个我们的文字当中 有一项刀部 或者是说 他就说那是非常的残忍 或者是说女部就很隐晦 尸体的尸部就有什么 那是不是他对他内心非常清净 才有这种想法 是的 是的 是这样 黄律师心非常细 黄律师我因为他出家以前 他没做出家人他心就细 他就不粗 心不触动 心就特别细致 你看那黄律师传 黄律师的年谱 还有下面尊还有谁给他写 那个纪念文上就看出来 他心细致 心不粗 但是你常常静坐他就会转变 自动的会转变 我有一个看法 所以这个人很多的缺点 他要出家是不及格的 但是我的看法不一定 因为这个人欢喜静坐 其他都不可以计较 他要欢喜静坐 他要欢喜静坐 所有的缺点都能改变过来 都能改变过来 要是不欢喜静坐 那有问题 他的毛病不容易改 当然少数人也是例外 他要能静坐 他要能静坐 所有的问题都能改变过来 因为他一静坐 心能静下来的时候 这个静非常的宝贵 心能寂静下来 心有静的时候 慢慢慢慢 他就智慧就来了 当然有人不欢迎静坐 但是他也 品德也很正常 那是又一种 有一种情形 所以我主张自己练习 训练自己 能够静坐 能调伏这一念心 叫他不要动 不要乱动 叫他静下来 静下来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道心就来了 道心会出来 也不是 这块